鹦鹉是世界上最多样化的鸟类之一 共有超过390种不同的鹦鹉 它们的外表各异色彩斑斓光彩夺目 鹦鹉以其非凡的智慧而闻名 它们可以模仿人类的语言和其他声音 这让它们成为了受欢迎的宠物 更令人惊奇的是 鹦鹉的学习能力 使得它们可以学会各种任务和技巧 包括解谜游戏和使用工具 另外鹦鹉是出色的飞行家 它们可以飞得非常高 在野外它们常常飞翔寻找食物 穿越热带雨林和开阔地带 鹦鹉善于用锐利的嘴巴包开坚果和水果 它们是真正的杰出食物采集者 鹦鹉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 涵盖了世界各个地区 主要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其中南美洲是鹦鹉的多样性之一的主要来源 尤其是亚马逊雨林地区 这里生活着各种类型的鹦鹉 包括像亚马逊鹦鹉和金刚鹦鹉等 广受欢迎的宠物品种 非洲地区也有许多鹦鹉物种 其中包括非洲灰鹦鹉 这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鸟之一 它们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热带地区 而亚洲地区也有一些鹦鹉物种 如印度亚洲鹦鹉 它们分布在印度四大陆以及周边地区 总的来说鹦鹉在全球分布范围广泛 不同物种栖息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 从雨林到沙漠草原到岛屿 鹦鹉的羽毛通常非常鲜艳和多彩 是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羽毛颜色包括红色蓝色绿色紫色和各种混合色 这些鲜艳的羽毛有时呈现出复杂的图案和斑点 鹦鹉的眼睛通常很大 眼睛的颜色鹦鹉种和个体而已 可以是橙色黄色红色等 鹦鹉的体型大小各异 从小巧的品种如玄武鹦鹉到较大的品种如金刚鹦鹉 它们的身体通常紧凑且肌肉发达 适应了飞行和攀爬 总之鹦鹉的外貌特征因不同的物种而异 它们以其多彩和独特的外貌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美丽鸟类 鹦鹉的食性因不同物种而异 但总体来说它们是杂食性动物 食物种类相当多样 大多数鹦鹉都喜欢食用各种水果 包括苹果 香蕉 橙子 葡萄等 水果可以为鹦鹉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鹦鹉的健康非常重要 另外蔬菜如胡萝卜 芹菜 黄瓜等 也是鹦鹉的重要食物 蔬菜提供了纤维和维生素 有助于维持健康 一些小型鹦鹉会捕食昆虫和虫子 这通常发生在野外 昆虫提供了蛋白质和其他关键营养 需要注意的是 鹦鹉需要新鲜干净的食物 并且要确保其饮水源始终充足 以维持其健康和活力 鹦鹉的天敌因其生活在 不同的地理区域和生态系统中而已 某一些大型的鹰 猛禽式鹦鹉的天敌 它们可以在飞行中袭击鹦鹉 尤其是幼鸟或弱食个体 还有一些哺乳动物也会对鹦鹉造成危险 如猫 狐狸蛇和大型镊齿动物 也可能捕食鹦鹉或鸡蛋 鹦鹉通常是单配偶性的 它们会选择一个伴侣来繁殖 鸟类之间的伴侣选择 可以涉及展示行为 如名叫舞蹈和观赏 已吸引潜在伴侣 一旦建立了配对关系 鹦鹉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巢穴来繁殖 不同物种的鹦鹉选择不同类型的巢穴 包括树洞 树枝上的巢和人工制造的巢箱 一旦巢穴准备好 雌性鹦鹉通常会在巢穴中产卵 雌性通常负责孵卵 而雄性则会协助提供食物 鹦鹉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们面临多种威胁 保护鹦鹉的首要任务之一 是保护它们的栖息地 这包括维护和恢复破坏的森林雨林和湿地 以确保鹦鹉有足够的食物和巢穴 还可以建立和管理保护区 专门保护鹦鹉的栖息地 这些区域可以提供安全的环境 让鹦鹉能够繁殖和生存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 我们可以确保这些美丽的鸟类继续繁衍和茁壮成长